中华职棒20号晚间上演龙师大战 播场边发生了意外插曲 一根断掉的球棒直接飞向了看球台 就快要砸到啦啦队队员 幸好啦啦队团长薰姬神反应 立刻把队员拉开才化解了危机 这段英雄救美的画面也在网路上疯传 引发热烈讨论 职棒啦啦队热舞应援到一半 突然天外飞来一只断棒 幸好一旁的啦啦队团长薰姬 反应够快 及时用肉身挡住断棒来袭 网子其实它有网子它是软的 那其实昨天风很大 它吹的时候很进来 我就怕它真的打进来这样子 那所以我就想说我先来打 然后打到我身上再说 那等一下就没有办法想那么多 它就这样飞过来 那我就怕真的是打进来 打到它这样子 然后我就想说 我先把我拉它的衣服 然后把它拉过去 再一次还原救援过程 薰姬坦言当下没想太多 不过它英雄救美的表现 被啦啦队队员大赞帅气 观众的表情就瞬间好像 发生什么事一样很惊讶 然后就是薰姬就顺便把我拉走 然后我才发现 就刚刚发生什么事情 瞬间觉得薰姬很帅 中华直棒20号晚间上演龙师大战 为全龙球员石翔宇断棒飞往看台区 由于啦啦队背对球场无法第一时间闪躲 差点就要被断棒击中 这回多亏团长机警才没有酿成意外 如果我看到的话应该会受影响 但是因为我什么都没看到 所以就是还是可以继续的应援 球场边意外插曲惊险一瞬间 讨论度不输给精彩赛事 进入陈建国看不懂 我国今天新增了9例境外移入确诊个案 其中一名是从肯雅来台 参加新北市万金石马拉松的选手 曾经在肯雅染疫接受治疗 这次因为要参加马拉松 入境我国检疫期满之后 在自主健康管理期间验出阳性确诊 他的CT值是32 同行的11位选手因为有跟确诊个案一起练习 因此都被匡列居家隔离无法参赛 面对边境接连检出有民众染疫 国内有专家就点出了 我国应该要超前部署 要是有民众到明年2月之前 都还没有完全接种两剂疫苗 就不得进入公共场所才可以达到催打的效果 2021新北万金石马拉松 21号在万里北翠湾开跑 吸引不少外籍选手参加 带有一名曾在肯雅确诊 也打过两剂AZ疫苗的20多岁肯雅籍女跑者 原本在入境五国机场以及检疫期满裁检 两次都是阴性 最后却在比赛前一天验出阳性确诊 CT值32 包含同行入境的11名选手 被匡列居家隔离等于无法参赛 另外还有一名赛事工作人员 也被列为自主健康管理 同行的11位的选手 他们在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间 有一起练习 所以也超过了 需要居家隔离的一个范围 五国21号新增9名境外移入个案 除了肯雅籍的马拉松选手外 另外还有一名本国籍女子 曾在台湾打过两剂AZ疫苗 又到美国打了一剂莫德纳 却还是出现突破性感染 由于五国近日 每天都持续有境外移入个案 面对Delta病毒传播力强 而林职介于8到10之间 男幼群体免疫阻断病毒传播 有增加点出打疫苗 不是单纯为了个人医院考量 而是全民公共卫生议题 如果实时不接种 精英中央可以先预告 只要在明年2月前 没有打完两剂疫苗的民众 就不能进入公共场所 到目前还有190万的民众 是连一剂都还没有施打 他如果要参加一些大型的人潮聚集 而且人数众多的一些地点 事实上就是可以透过 所谓的这种疫苗护照的一个概念 给予一些限制 应该采取鼓励跟管理双管齐煞 才能达到高疫苗覆盖率目标 结果你这位急也听不过道 11月份共计已经连续18天绕台 今天早军事迷还记录到 共计5度进入我国西南防空识别区 空军随即用广国驱离 结果还被共机反抢 我国军机是台湾地区飞机 更用中英文强调 共机行动符合国际法态度十分嚣张 对此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分析 中国不只是在言语上吃台湾豆腐 还借由效仿美国的自由航行之名 持续扰台 实际上都是中国的统战策略 好 台湾飞机 台湾地区飞机 我正在支持 厉害下落 你没听错共机又扰台 已经被我国空军广播驱离 却被反呛 我们是台湾地区飞机 我是中国海军航空兵 正在正常飞行 我的行动符合国际法 语气坚定 你们已经侵扰我国西南防空识别区 还大喇喇地说 这是符合国际法的正常飞行 不只用中文更用英文 再说一次 过不久还有个不明因缘 共机21号一早就被军事迷记录到 五度扰台 这已经是连续第18天 共机不间断挑衅 结果还用台湾地区四个字吃豆腐 在语言上就占了一些便宜 他是个以老大自居 我们是个小老弟 这种做法就是要吃定我们台湾 言语上占便宜 等同中国加大对台认知作战的力度 这回还加码用英文 重申自己的活动 符合国际法 因为美国也是强调它是国际法 在这边自由航行 海上就军舰在这边获出活动 所以我们不要在这一方面上了中共的档 中共所谓的一国两制 所谓的它的统一的方案 完全是以中共的立场 中国持续操作灰色地带战略 采取非军事手段 意图不占夺台 加强扰台力道 但这样的称呼恐怕只会带来反效果 记者宁春阳岳达台北报道 被誉为龟山八景之一的龟岛黄烟 早上再次大喷发 阵阵白烟从海底窜起 犹如海水沸腾一般非常的壮观 喷发将近有四层楼高 在烟雾当中还出现了一道美丽的彩虹 有游客第一次前往龟山岛就看到了罕见奇景 直说真的是太幸运了 解说员分析很有可能是因为凌晨龟山岛有石块崩塌 坠落海里所导致 还有彩虹哦 赶快哇 非常的漂亮 龟山岛冒出浓浓白烟 烟雾中还出现一道彩虹 不仔细看就像云朵坠落在海平面上 哇 现在这个烟更大 21号早上龟山岛黄烟大规模喷发 当时正好有赏金传经过 游客目睹罕见奇景 拿起手机快门按不停 兴奋到尖叫连连 非常的幸运 而且也很开心 很兴奋 因为刚一直尖叫 感谢老天爷跟所有的人 大家都有一个好的天气 也看到有史以来最漂亮的场景 有归岛八景梅雨的归岛黄烟 从海底火山中猛烈喷发 犹如海水沸腾非常壮观 这也是继10月28号 睽違多年大喷发后 白烟环绕归山岛美景再现 自身解说员分析 可能是因为落实摊坊所导致 凌晨四五点的时候 龟首的正前方又崩塌了 这一次是用喷的 从海底下这样整个水柱这样喷上来 那整个流气孔非常的大 也没有任何的地震的征兆 可能是风化的原因吧 火岩喷发也让附近海域 牛奶海更加乳白 迷人的阴阳海搭配鸟鸟白烟 可遇不可求的大自然美景 让游客以保眼福 记者宜兰综合报道